新北市古寶加商在黑豹期季軍賽中 以八比一擊敗了對手平凍中學 拿下季軍 總教練蔡明堂 對於子弟兵的表現感到相當滿意 還特別取消寒假訓練 慰勞這幾個月辛苦奮戰的選手們 蔡教練透露這次黑豹期 有陸續讓高一和高二選手上場磨練 其中季軍戰第七局上場的高一 新生胡針典雖然被對手敲出安打 不過他不氣餒 直說累積實戰經驗最重要 經驗吧 因為我是高中第一次投過 那麼多戰役的比賽 我也給很多自己鼓勵的話 投球賽會想想自己以前過什麼事 然後去回想自己 我會到高二高三我一定會監視牆 至於今天這場季軍戰的最大功臣 就是主投六局五十分的廖偉辰 雖然沒能打進當初設定的冠軍戰 但不管怎麼樣也是幫球隊拿下不錯的成績 經驗 比賽經驗 就壘上有人就不會那麼害怕的投球 希望保持現在的狀況 把聯賽打完了 古堡加上靠著堅強不放棄的精神 打出一場場精彩好球 為首屆黑豹席留下令人難忘的熱血身影 未來體育新聞 郭登陽 余夕節採訪報導 到晚了